大家好 现在开始为大家介绍 ZR3715型一体式多功能烟气采氧器的操作使用规范 首先仪器的出厂装箱担有 采氧器主机 延长管 接地线 吸收瓶与干道筒挂架 橙色硅胶罐 蓝色硅胶罐 电源适配器 电源线 吸收瓶 仪器操作介绍 仪器管路与线路的连接 首先将橙色硅胶罐连接在主机的正端 蓝色硅胶罐连接在主机的副端 将烟温线连接在主机的烟温接口 连接好电源线 将两个吸收瓶挂架分别挂在主机的两侧 仪器的界面介绍与采样流程 接下来对仪器进行开机预热 首先根据现场的工况检测设备 观察寒时量与烟温 根据寒时量与烟温的情况 判断是否需要开启加热功能 如果寒时量低于2% 或者是烟温高于120摄氏度 则无需开启加热 管支则需要启动采样管的加热功能 一般溶液吸收法的采样 气态污染物的半热温度为120摄氏度 如果有其他温度要求 可以在仪器内部进行设置 仪器出厂默认的为120摄氏度 仪器开机后 自动提示我们是否需要开启加热 本次我们点击开始预热 现在仪器预热中 仪器预热期间 我们可以进行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内 我们可以对大气压 日期 时间 采样地址 蓝牙 采样管的半热温度 传感器的预热温度 进行设置 其中大气压 我们可以选择输入模式 或者是测量模式 设置完成后 点击返回 仪器预热期间 可以对工况测量 进行一些预先设置 首先点击工况测量 根据烟道口的参数 进行烟道不点设置 烟道不点中 我们可以选择 圆形烟道 矩形烟道 和其他烟道 此处我们以圆形烟道为例 进行设置 点击圆形烟道 我们可以设置 烟道的内径 根据烟道的内径 一切自动计算出 烟道的截面积 设置套管的参数 设置 烟道环数 设置 设置完成后 点击返回 烟道不点完成后 进行压力调铃 压力调铃时 需要将我们的仪器放置在环境空气中 点击压力调铃 在仪器次数稳定后 点击调铃 调铃完成后 点击返回 如果仪器配置了氧气传感器 则需要对氧气传感器进行校准 氧气校准也是需要将仪器放置在环境空气中 本次我们不做演示 烟道不点压力调铃完成后 我们点击工况设置 在工况设置中 我们可以对烟道内的烟温含时量进行设置 或者说是测量 本次我们点击测量 工况设置完成后 我们可以对工况进行测量 点击工况测量 根据我们事先进行的烟道不点 对烟道中的工况进行测量 第一个点测量完成后 点击确认当闲值 进行第二个点的工况测量 直至烟道不点中推荐的点数测量完成后 结束测量 点击返回 工况文件我们可以在工况测量中进行查询 也可以对其进行导出和打印 至此工况测量完成 工况测量或者是工况设置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烟气采样 在主机上点击烟气采样 和工况测量同样 我们需要对压力和氧气进行校准 压力和氧气校准的时候 我们需要将仪器放置在环境空气中 此处不做演示 烟气采样前需要对仪器进行亲密性检查 点击亲密性检查 将采样口处堵研 点击自动检测 仪气气密性检测中 如果亲密性良好则可以正常采样 如果亲密性不通过则需要检查整个管路的连接 直至亲密性良好后才可以进行采样 亲密性检查通过后 我们点击采样设置 采样器一共有两路采样功能 可以分别设置采样流量 采样时长 启动时刻 采样次数 以及每次采样的间隔时长等 也可以将A路的采样参数设置完成后 将A路参数复制到B路 参数设置好后即可开始采样 可以定时开始 也可以立即启动 此处我们点击立即启动 现在仪器正在采样中 采样完成后 仪器自动停止采样 仪器每次采样完成后 需要对管路进行清洗 管路清洗时 需要将仪器放置在环境空气中 点击清洗管路 点击确认 仪器清洗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 仪器清洗完成 仪器在烟气采样和工况测量完成后 可以对其的测量结果进行数据查询 我们点击数据查询 可以通过上询下询查询不同的文件号 也可以通过上下翻页查看一个采样文件中不同的采样参数 在文件管理中可以对文件进行批量设置 可以选择批量打印和导出 至此 整个烟气采样和工况测量的介绍到此结束 需要注意的是 在维护校准中 我们可以对采样模式进行设置 点击维护校准 输入密码 点击系统配置 根据不同的物质采样规范 可以设置采样模式为实际流量和标矿流量 以及对皮头管系数进行设置等 设置完成后 总之返回 在系统设置中 也可以对压力 流量 含湿量 温度 氧气传感器进行校准 以及相关参数的设置 至此 ZR3715型 一体式多功能烟气采样器 操作介绍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